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做人 做人智商高不高没关系 情商高不高有问题不大 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 说白了 你可以不聪明 也可以不懂交际 但一定要大气 格局 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 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 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 憎恨人 那格局就太小了 胸怀 做人有多大气就会有多成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鹤立千刃 无欲则刚 因为胸怀才是成功者的标志 铭记 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越努力越幸运 空碑 放下你的浮躁 放下你的懒惰 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 放空你经不住诱惑的大脑 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 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 静下心来 好好做你该做的事 该好好努力了 有时候真的努力后 你会发现 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 希望 世上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小事 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都不要自己难为自己 无论今天发生多么糟糕的事 都不要对生活失望 因为还有明天 目标 有目标的人在奔跑 没目标的人在流浪 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 有目标的人在感恩 没目标的人在抱怨 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有目标的人睡不着 没目标的人睡不行 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 生命 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 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 坚持 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 那告诉自己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 坚持住 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 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 努力 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 那请记住 命是失败者的借口 运是成功者的签词 命虽由天定 但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你的格局在哪里 被骂是一种能力 受得了多大的委屈 做得了多大的事 受得了多大诋毁 就能承受得住多大赞美 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得住繁华 如果能把每次的羞辱和伤害 视作你转变所需的营养真修 绝对能为大你的格局 否则试过境迁后 别人只会记得你爆发的情绪 却不记得原因 徒留给别人你容忍力不够的印象 在职场上 我们都没有避免受委屈的选择权 然而当屈辱来临时 你也务须惧怕 只要你能训练自己 每次受伤害时 都有脱胎换骨的能力 就必定能在职场上迫茧而出 而你所吞下的屈辱和伤害 也才值得 谁能吞下更多委屈 谁就拥有说话权利 当你格局打开以后 便能承担比别人更重要的任务 上司对你的信赖度提高 你所说的话也将更有分量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冯伦说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为什么用熬 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委屈 你得承受 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安慰鼓励 但你没有 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 但你必须看到爱和光 在任何事情上学会转化消化 普通人需要一个肩膀 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 而你就是别人依靠的肩膀 请记住 遭受委屈时通常伴随着一股动力 但是这种想证明自己的动力 并非像八点档乡土剧那种 低下的反击复仇 在曼德拉总统就职典礼上 曼德拉竟邀请当年 看守他的三名狱卒官礼 他说那段牢狱岁月 使他学会控制情绪 也学会处理苦难带来的痛苦 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 起立表达对这三名狱卒的敬意 这项举动令在场及全世界的人 肃然其境 不仅让虐待他多年的 南非白人无地自容 更展现了曼德拉 非凡的气度和格局 谁拥有说话权利 不言而喻 面对委屈时 你真的不需要太在意旁人的眼光 只要记得永远对自己负责 人生在世注定要受许多委屈 你要学会一笑置之 你要学会超然代之 你更要学会转化势能 记住 我是一切的根源 要想改变一切 首先要改变自己 送给亲爱的朋友们一句话 吞下的是羞辱 畏大的却是你的格局 你受得了何种委屈 决定你能成为何种人 常言道 靠山山会倒 靠水水会枯 靠妙妙会塌 靠神神会跑 求人不如求己 生气不如争气 靠人不如靠己 生活不易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很忙 都有自己的责任 要扛 不可能会放下一切 来陪在你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疲惫 不可能丢掉所有 陪你强颜欢笑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没有人能确定 永远不会抛弃你 没有人能保证 一直默默地守护你 有些风雨 没有人为你遮挡 一切都得靠自己 永远不要想着 指望别人 人只有依靠自己 才是最稳妥的 只有你自己 有了安身立命的能力 才有可能收获幸福的生活 生气不如争气 求人不如求己 活在这世上 我们都一样 病了带撑着 累了带扛着 难了带顶着 苦了带藏着 烦了带憋着 痛了带忍着 哭了带躲着 输了带挺着 人活着 不是所有的苦难 都可以对他人言说 不是你所有的苦水 都有人愿意听 更多的是 自己隐藏 消化 自愈 不是所有的眼泪 都有人擦 只能把泪自己咽下 现实是 你笑的时候 有一堆人陪着你笑 你哭的时候 只能你一个人 躲在角落里抽气 没有人在意你的脆弱 你的绝望 这个世界上 多的是 等着看你笑话的人 真正关心你的 没几个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跌倒了 没人服 就自己 抖罗抖罗灰尘 站起来 做自己的拐杖 生活的重担 自己扛 做自己的屋檐 未来的风雨 自己挡 你要明白 生活中 永远没有感同身受 在这个世道 更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 将心比心 自己的境遇 只有自己最了解 自己的困难 自己去解决 自己的人生 自己去负责 现实环境 都是残酷的 所以自己要坚强 才是真的 没有谁靠谁 等你历经世事后 看透了人心真假 你就清楚了 看穿了事态炎凉 你就懂得了 看清了社会残酷 你就惊醒了 坎坷的人生路 只能你自己走 求人不如求自己 生气不如争气 靠自己才是王道 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人这一辈子 靠人靠天 不如靠自己 自己才是生命中的唯一 谁的生活都有困难 不要有困难 就想着求别人帮忙 谁都活得不轻松 谁都过得不容易 求人不如求自己 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上 谁会是你的贵人 谁能成为你的救世主 因为别人也许会帮你一时 但是不会帮你一生 一个砍过了 以后的路 还需要你自己走 生活中的苦难 还需要自己面对 人只有经历过了 才懂得幸福来之不易 人只有走过了 才懂得自己亲手创造的快乐 多么值得珍惜 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还不离不弃你的人 在你最困难时 在你最迷茫无助时 给你指明方向的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以外 没有人能帮到你 所以一定要珍惜 切记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能自己做的事情 就不要去麻烦别人 帮你是情分 不包你是本分 在生活的路上 不抱怨 不计较 多理解 多付出 才能感受到 生命的意义 才能在奔跑的路上 欣赏到沿途的风景 人生的路上 只有靠自己 才能为自己 闯出一片天地 靠自己 才能有崛起的机会 靠自己 才能让自己 活出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生命中 有一种情怀 叫靠人 不如靠自己 当你累了 记得停下脚步 休息一下 当你困了 记得眯着眼睛 睡一会儿 当你受伤了 自己抚平伤口 不管多苦 多累 多难 你都要坚强 没有人会陪你 走一辈子 所以你要适应孤独 谨记 求人不如求己 靠自己 才能拯救自己 寻求别人的帮助 解决问题 固然可以轻松一些 可这并不是 长久之计 因为别人 可能帮你一时 但帮不了你一世 所以你要踏实奋斗一生 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 燕子春秋眼 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 世界甚大 天南地北的人 汇聚在一起 生成彼此的圈子 因为不同 所以缤纷 常言道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人的一生 会遇到无数人 但稍有交情的人不多 交心者更是屈致可数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对于无知的误解 不必澄清 懂的人不言而喻 不懂的人 百口莫辩 沉默是今 真相总会发光 懂你的人 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人 何必解释 古人云 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命中的人也是如此 求不来理解的人 更不要祈求 心灵相通 很多时候 世上没有所谓的 感同身受 耳中听闻 会与个人经验融合 产生个人观点 解释 如同在一幅 成品画上 添加色彩 总会越描越黑 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 就是确有其事 强扭得瓜不甜 强行地解释不幸 沉默寡言 是自我保护的 最佳铠甲 不必为自己的故事 添油加醋 增加别人 茶余饭后的趣味 不懂你的人 就算辩解 他们也会用 扭曲的思想 来玷污你的清白 懂你的人 不用辩解 他们也会 无条件地 带着支持与包容 在你身后 默默给予力量 龙土耳露中讲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把一切留给时间 该沉淀的 不会一直悬浮 事实终会胜于雄变 不解释 不做无谓的改变 上书云 必有忍 其乃有计 有荣 得乃大 获达大度 胸怀宽阔的人 才能包容更多 得到更多 相反 处处在意 无法忽略别人 一派胡言的人 只能在自己 狭义的思维模式里自视 思想早已寄生在 别人的脑中 任由其控制 自己的行为 曾看过一个 夫妻和驴的故事 讲的正是 被别人之眼左右 固步自封 一对夫妻和驴 去感激 但无论谁骑在驴上 一起骑 不骑 都会惹来路人一番议论 妻子骑着驴子 夫牵着驴 这女人太不像话了 居然让男人牵驴 夫妻俩换了个位置 这男人怎么这样 居然让女人牵驴 他们决定一起骑驴 真狠心 两个人骑一头驴 小心遭报应 两人从驴上下来 牵着驴走路 有驴都不骑 这两人真傻 最后夫妻俩自怨自哀 陷入了苦恼的死循环里 别人的嘴 逞意识畅快 却让心胸不宽折 一温久久不散 其实这世上 无论你怎么活 都会有人说三道四 无论你怎么过 都会有人指指点点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百人口难调 千人心难称 万人意难顺 正所谓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既然管不了别人的嘴 那就管好自己的心 人活一世 不在于看清多少事 只在于看清多少事 心宽一点 就能减轻别人胡言 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让幸福重一些 问心无愧 做更好的自己 道德经里写道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古之圣人 看重自身修养 看淡人是繁华 对于得失 不计较 对于误会 不解释 不解释不是默认 而是问心无愧 沉默不是认怂 而是充耳不闻 乱嚼舌根者 活得不如意 见不得别人好 所以处心积虑 颠倒黑白 试图扰乱别人 一番祥和的景象 把别人的善良 曲解为愚蠢 把别人的努力 理解为运气 把别人的大公无私 诠释为 哗众取宠 他们善渡的心 早已血肉模糊 却不自知 其实 相由心生 刻薄 早已和岁月 一起在他们脸上 留下痕迹 相反 那些活得 有滋有味的人 早已懂得 生活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的道理 所以就算空闲下来 也会想方设法 自我完善 不会被恶言打倒 更不会口吐激离 伤害别人 庄子中讲 虽天地之大 万物之多 而为无仇意之之 因为问心无愧 所以拒绝解释 拒绝浪费当下 属于自己的每一秒钟 正所谓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向他人解释的时间 积攒起来 足以让自己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人活仪式 一举一动 不必向别人汇报 所作所为 不必向别人解释 豁达能让心灵解脱 时间能使真相大白 无谓的解释 不做 无意义的改变 不做 只要问心无愧 就永远不要和别人 解释你自己 那些没有被流言 打倒的瞬间 终会让人变得更加强大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